對執政黨批評之嚴苛 以及對中國打壓行為之容忍 卻讓全體國人同胞難以理解 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當中國無所不願其極的打壓臺灣的時候 在野黨的發言之中 對執政黨批評之嚴苛 以及對中國打壓行為之容忍 卻讓全體國人同胞難以理解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請教我們的在野黨 這兩年政府在出立兩岸關係上 有沒有捍衛臺灣人的尊嚴 有沒有捍衛臺灣人民的安全 有沒有堅持臺灣的主權 有沒有堅持有挑釁的原則 這些我相信我都做到了 這樣的政府 難道不值得在野黨共同來支持 共同團結在一起嗎 我們要支揮有全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